各位同心請起立 請坐 大家在今晚的平安 大家好 好 哇 辛苦大家 對我們上闊到晚上 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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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明天的中途 不簡單 這就是臺灣民政府的精神 這是我們臺灣民政府的精神 這個精神一定有一個期許 一個人的精神能夠茁壯 然後更強大 那一定要看見他的目標 跟他原來的總目標跟總路線呢 一定要有他的期許 那這個期許是每一個人都有 那不同的路線 不過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你對臺灣民政府的期許是什麼 然後臺灣民政府對你的期許是什麼 今天非常高興 能夠透過這個一個鐘頭的時間 我們來做一些互動一下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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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臺語 臺語不少說的 認定 但是 但是 還是 還是 本來是要用我自己的母語 母語 但是 你們也聽不懂 我只有三個而已 哪 他們還在跟臺灣人家 那人家 會不再給他們 哪 哪 哪 那有聽不懂 就是這樣 所以臺灣 現在這個很古 也是有特色 无论是 哈罗威还是 哈罚的 还有台湾原住民 14个高沙族 说现在 有的人说 会不会乱走走啊 没有 因为 水书还是水电 瑞典瑞士 德国他们最起码 从小就已经上了 四种不同的语言 所以 以后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至少 还是有四种 哈罗威 仕古 英语 共哈罚 还有 高沙族 他自己本身的土地 自己的语言的领域 也是官方语言 所以你要到高沙族上班 非得要听 也是爱说 高沙族的语言 哪不 是嘞 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一个机会 那今天我们所思考的是 台湾人有很多种 那很多种就会影响他的期许 会影响他的盼望 也会影响他的路线 那今天我们思考一下 回到台湾这个名称呢 有的人说 永不磨灭的名称 那是我的母亲 生我的家 养育我长大 然而曾经何时 给外来同志 剥削 践踏 破坏 又扭曲 扭裤 难怪我们林秘书长 常常讲的一句话说 难道台湾救不了了吗 没有 台湾民政府就在这个地方而已 很简单 就是台湾民政府来救 拯救台湾人 这样有相信吗 有没有 有相信 才有 才有 你有那种的期许 才会有 真正的事实发生 所以这个都是你我 加上更大的一个 背起这样的负担 这个不容易 也是我们常常看见说 台湾人 爱出头天 也是爱重新的台湾的历史 这个新的台湾历史是 真正熟悉 不是 不是 说悲惨的 不会像流亡的 他到这边 他到高沙族的时候 讲高沙族的话 我把你当做人看 高沙族来 把你当做看人 然后到 后罗维的时候 说我也要讲台湾话 然后到讲哈发的时候 也会在那边讲客家话 只是他到那边的时候讲几句话 他到那边的时候讲几句话 以后就不晓得他自己的路线 所以难怪都乱了 今天我们要调整 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就是爱靠你 我 大家台湾民政府 都是爱 担当这个 不简单 創造新的历史 那 在这个台湾呢 至少有五种不同的人群 第一个是 我是台湾人 我没有担定 原来是因为 政治可能跟他破坏 迫害太大了 有很多的 二二八事件的受难家属 都不敢说政治 但是这个政治 让人五回 真的政治是 真正的政治是 管理众人的事情 那个叫做政治 你能够把管理的 有头有序 然后而且事实的 把仁爱公平合理 公义也放进去 这样的生活 才有头绪 而且有程序 这样才是真正的 人 真正人的存在 给互相的意义 但是有的人 就是因为碰到政地 受迫害了 所以就 政地太多了 我不要 所以 但是他也是说 我是台湾人 第二个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华民国 我的政府是中华民国 我的政府是中华民国 我们怎么可以推翻 我们的爸爸妈妈 哇不得了 高沙族还有这样的观念 哇中华民国厉害哦 把高沙族教育到说 当作自己的父母 哇 哇 这中华民国不简单 我都能够把高沙族教育到说 不能推翻哦 这中华民国 我们的政府是我们的父母 慢慢来 就等到中华民国 打老了 就能引起来啦 黑白共 那现在问题是也情有可原 有的人说这是从小就养育我长大了 读到大学出国留学了 特别是公告人员都不敢说 那或者是两岸都是 这个时候我不干涉我们的政府 因为我本来也是奔土台湾人 第三种是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的祖先不是我们的祖先 是我们的祖先 奇怪 高山祖是不是从那里来 没有啦 他跟我说是我们的祖先 不是我们是你自己的祖先 是我们的高山祖是 本来就在台湾在这 几万年前 几千年前 比那个中国的五千年前还要更久 虽然说不是好像是传统领域说的 我们祖先这样说的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最少五千 六千 八千 一万年前 高山祖早就在台湾 后来有的人说 啊 没关系啦 我们都是中国 后来中国会超过 会超过美国嘛 两岸都是一家人 我的祖父啊 也是中国人 我母亲也是中国人 那我岳父啦 都是中国人 我怎么可以成为分裂的家族呢 我这样不说 所以啊 我没有 我也是中国人 我也是台湾人 就是也有这样的人 第四种呢 第四种是 我是台湾人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本来就是爱扣民主选顾 民主选顾来赢回政管 这个是台联党啦 民进党啦 我以前也是台湾独立很强的呢 因为还没有认识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好像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 台湾人有判定自己的监督 好像这个前途是靠所有台湾人民的决定 原来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来到民主政府的时候 啊 原来完全改观 那这些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本来在过去几年 不知道你们有参加吗 所以大家有参加一起的事情 都是这样的 来拍头 中华民国好吗 好啊 来参加新去的 台湾人这样感受 好吗 好啊 哇不得了啊 大家都高兴 好吗 好吗 然后把国家传辖 好吗 哪有意思啊 像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除非你不去關心選舉的事 那一般人百分之六七十關心選舉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去聽 不管是國民黨 不管是綠黨 或者是在野黨 都有參與這樣的機會 國民黨也是這樣啊 哇 本來是講中文啊 後來我們大家在拼喔 我們都是台灣人 是不是 是 台灣人是不是 謝 哇哇 你看中國人也說 我們也是台灣人 哇 謝不謝 謝 哇 拍手得不得了 所以以為是用選舉 但是這個選舉呢 誰在玩遊戲 都是中華民國的中央選舉委員會 那這個中央選舉委員會有高砂族嗎 有嗎 沒有啊 有學校人嗎 我不得有嗎 不曉得有沒有各家人當作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 都是他們自己的人 當然他們自己對他們不利的 當然他們擦掉啊 中央選舉委員會本來說 欸 在爭論這個 馬英九的綠卡的問題 哇 本來綠卡就是一樣公民一樣 有美國綠卡 有美國公民 怎麼可以來當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後來大家 討論討論了 都說 啊 沒關係啦 綠卡不是公民呢 結果 他們也是各家人啊 所以中央選舉委員會都是中國人啊 都是中華民國的人 當然就PASS嘛 看到馬英九這樣的 把我們高砂族當作人來看了 他不知道是什麼動物啊 我不曉得 真的是很像動物 好 後來我們看看 將來就好像說 我們會有勝利的一天 不過 要找這樣的日子 很困難 所以有第五種的說 我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而歐西 而歐西本來 真正的意思 秘書長也講得清楚嘛 流亡政權 流亡政權在台北 還要主權獨立的國家 後來他們說 以後聯合國一定不會拋棄我們 用台灣人民的力量來靠選舉 以為都是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每一次都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高興 不要只有平地人高興 高砂族更高興 難怪有一個牧師說 嘿 選舉的時候 開門的門口 開門也不讓我靠 但是後面的門 別開 後面的人不要關 後來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晚上 都是沈眸 然后流过杀过猪的血 都流在这个水沟里面 原来就是杀猪拔毛 所以高沙主说 只要靠选举就有吃 就有东西好拿 而且路很快就坐平了 你看 我们有时候很吃 有会吃醋的机会 我们在高沙主山上都路不好了 你看我从山上这样过来 要花四五个钟头 刚刚开车 我刚刚一个钟头之前我到 很累 从山上 但是看平地的路途 还有街上的路 没有多久就翻新一次 没有多久翻新一次 没想到就 有这条新楼 这样好高沙主后 不知道两三年都不动 颠簸 那那个是阴导的事 好像真的没有把我们当作人来看 真的是高架来了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选举那么好 我好康 所以大家说好啊 这样当年双孤 也是好啊 想不到这个就是诱惑人民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本质 那今天 我们看看了这个五种人民的类型呢 那大部分都是用感情 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 最有把握 而且最好的一个期许呢 那一定要找到真正的路线跟真正的一个最后的盼望 所以常常秘书长说 一只 一只苍蝇飞来飞去 好像可以飞到外面 因为亮光光嘛 一看原来是玻璃 砰 又回来 它一直绕来绕去 以为是有路 一看到玻璃 它也不知道是玻璃 即使碰到一次 它回来 还是偏偏去 砰 又倒回来 怕不到路 怕不到房间 那我们山上是 我们山上 没有讲说 走错房间 因为以前我们高沙族 我们的房间是长条的 爸爸妈妈孩子都睡在一起 以前 所以我们没有说走错房间 我们说走错山路了 迷路了 有很多平地人登山的时候 钓到闲癌 峭壁 谁去帮助他们 很多那个消防队的 支撑机都来 那真正要去拯救 钓到闲癌峭壁的人 那些尸体 谁去钓 谁去背 还是高沙族的 太多的 但是 也没有把真正高沙族当作人 你看 那么多的部落 落后 然后有那么多的教育 程度 然后 真的是 陈测不齐 而且是 起头就慢了 那今天 我们台湾民政府 重新调整 高沙族自己整理自己的路线 然后 台湾民政府 来帮助高沙族的 真正的生活的一条路 这个都是 所以说我们对 台湾民政府 最大的盼望 也最大的期许 因为 我们去 高沙族 1988年 1989年的 黄河土地 黄河土地 到台北 游行抗议的时候 大家都说 我们去抗议的时候 中华民国就会给我们一条 好的 土地 大家高兴得要命 结果抗议好几次 也是同样 也是现在 现在高沙族的土地 都 特别人都是 保留地 你们知道保留地是什么意思吗 保留地 保留地 意思就是 不是你的 是中华民国的 所以我们保留地 都不是自己的土地 这个都是流亡政府 但是台湾民政府来的时候 完全改观 所有的土地 传统领域都归还给高沙族 我们拍手一下 为了高沙族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哇真的 真的找不到这样 所以 我跟几个 社会运动的高沙族说 你们怎么去抗议 也是同样 你们怎么抗议几次 头破血流 也是同样 就像这个一只苍蝇 蹦到部里 回来了 又蹦过去 然后回来了 又蹦过去 也是同样 因为都活在 中华民国的框框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 看见真正的 台湾人民的希望 今天我们第六种 就活在我们台湾民政府里面 所以真正了解 我们台湾人有价值的路 今天要确定 来到台湾民政府 认识 而且真正看见 事实的存在 也是台湾人民 飞走的一条路 你怎么走 真的也走不进去 民进党花了那么多年 也是花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党外人士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一直碰来碰去 一样跟苍蝇一样 马戏感官 客家话说 按锤锅 客家话讲的 那么可怜 真可怜 所以回到台湾民政府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我们也特别谢谢 林志生博士 我们的秘书长 能够 完全来控告美国 在全世界 我活了六十多年 我第一次听到 一个人 然后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控告全美国 控告美国 全世界也还没听过 有了 有几个国家控告 都没效 但是林志生博士 一控告 哇 路线就出来了 三年的诉讼 马上高等法院 国务院放弃抗辩权 你看在2009年的时候 从2006年达到2009年 三年诉讼的时间 那最后就放弃抗辩权 所以国务院代表美国官方 那表示他所诉讼的内容 已经认输了 我就放弃 好啊 这样也听到 你们台湾人的心声 真的是看见 台湾人的心声 所以今天 我们真的是 因为秘书长 给我们这样的路线 我们真的是 为了他的智慧 为了我们台湾人民 牺牲了最大的 整个人生的牺牲 有一百多条 都控告他 那么多人控告他 但是 秘书长讲一件事情 我很佩服 我们要学习美国 那么多的国家 控告美国 他都不回 不回应 你单单回应那些 误告你的 你就没办法做正事 今天秘书长也是一样 能够他们控告秘书长 今天我不走这一套 我要做正事的台湾民政府 好好把带领台湾民政府 走到美国所要求 进入到让台湾人 我们最好的口头语是什么 让台湾国际正常化 国际地位正常化 好 我们再一次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一条真的是我们大家的期许 也是你我的期许 虽然秘书长不在这边 我们拍摄一下 我们鼓励他 真的是不简单 有人控告你 大家会受不了 有人误告你 就受不了 就像我是一个牧师 然后有一个长老娘 他就跟我讲 牧师 牧师 奇怪 我先生听说 他有小三 小三小四 我不知道 牧师没有去研究这个小三小四 后来你真的有看见吗 有啊 说我先生带一个小姐到一个旅馆 这样啊 你有看到吗 听说了 听人说的啦 风声啦 后来一看 后来一看 原来去查到 他刚好这个爸爸住在旅馆 因为住院 出院以后路遥远 没办法到山上很远的地方 暂时到旅馆 暂时到旅馆住休息 所以要去看爸爸 那他带的那个小姐是妹妹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怎么去给人误告 有时候 红香 不一定要去证实 今天秘书长给人误告 真的 他的智慧的眼光 不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 有他的带领 然后我们看 今天 给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的 本土台湾人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也是我们今天 来思考的一件事情 我喜欢用圣经的一句话 上帝啊 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因为他必须赐平安 给他的百姓 就是他的圣民 这个圣民就是所有的人民 我们牧师的解释 所有的人民 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 所以公义和平 彼此相亲 今天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 那我们当然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也知道 台湾民政府就单靠 国际战争法 万国公法 1952年 旧纪商和平条约 4月28号的生效 还1895年的马关条约 这些都是 的的确切都在记录上 也没有说 我们秘书长捏造的 台湾民政府捏造的 事实就摆在大家的眼前 然后原来在1895年 你看看这个秘书长 他讲说很像蚕 我们高沙族很像 像说一条虫 原来右边是高沙族住的地方 哇 厉害 日本人进到台湾的时候 以为是只有这一条 六个捆捆区而已 想不到进入到东部这边的时候 还有中部 四分之三都是高沙族 高沙族 哇 苦力很危险 哇 真的很危险 所以本来日本跟中国作战 只不过是几天的时间 就被日本打垮了 但是到台湾 哇 花了十年的时间 哇 阿玛丽 阿玛丽 怎么讲 这个高沙族真的是那么厉害 哇 真的不容易打倒 花十年的时间 那当然秘书长也解释 他花这个十年去控制 来克服 掌控高沙族 唯一的是因为 有一个美国人在厦门 在那边有任务 他们请了他 要怎么去克服高沙族 才可以克服到 因为这一位曾经在印第安 在美国的印第安人 在那边上班 也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形态 所以他说 只有以仪制宜 用印第安人来攻击印第安人 所以日本人就学到这一点 难怪我们高沙族 各族群都彼此敌对 连自己同样的族群的人 部落跟部落相抗衡 对不对 我们几个阿密斯 我们阿密斯的部落 不一定全部都很合作 阿密斯部落和另外一个部落 又不一样 又碰到六个社群 不同的社群 又不同的生活形态 又打起来 不是不是阿密斯 百万无论 都彼此的制度来彼此对恨 所以最后就被克服了 难怪有的人说 日本人到山上 到山上去拉尿的时候 小心你的头 一不小心被高沙族 弄到地了 难怪我在 我四十多年 在大湖读书的时候 小小的 又不会讲中文 又不会讲客家话 又不会讲台语 只会讲我自己打烟的话 所以我去上课的时候 讲学法 要讨语诗了 都听不懂 然后中文又不会讲 这样都跟人讲话 都面红而刺 都不会讲 不要说 因为我们国小的老师 都是广东话 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 也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怎么会讲中文 你们现在好了 我到了新竹 然后到台北读书 才会慢慢用 这个中文才慢慢可以听得懂 然后还可以听客家话 也还可以听 虎罗威 丹博虎罗威 也要继续学习 训练 所以我们每一个族群的语言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遭遇 不过 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况 到了这个日本进入到台湾 十年到十一年的时间 看见这样的状况 最后就征服了 那征服了 他仍然用国际法 然后用日本自己的 把台湾当作自己的臣民来看待 所以整个的台湾的 无论是水道也好 无论是水坝也好 或者是无论是山上的铁线桥 一直到现在有的非常坚固 用日本做的 把他当作自己的 台湾把他当作自己的人民来看 所以到了1945年4月1号的时候 在1937年黄明化时代 把所有台湾用日文讲日语 一直到1947 48 49 那到那时候 因为日本投降 1949年的 1945年8月15号 这样投降以后 所有的都换新 那换新到什么程度 中华民国就进来 蒋介石就进来了 蒋介石进来的时候 竟然把所有的 全部都扭曲事实了 所以说我们都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今天的国民身份证 不是台湾身份证 对不对 你们有看过吗 有看到自己的身份证吗 有吗 后边有那个 零零零零或是零零 那个后边价零丁零 正右边的右上方那边 有零零或是三个零 都是中国人 零一二一二三 那个都是我们的本土台湾人 难怪他们中国人到荣民医院的时候 然后就去领药 马上就免费 因为都已经知道说 零零零零都是中国人 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告诉你们的家人 来看看一下你们后面背后的身份证 是中华民国身份证 国民身份证 也不是台湾身份证 然后说我们也有台币 也有台湾的钱 是不是真正台湾钱 也不是啊 中华民国 钞票 你看这些都完全都改观 所以今天原来要做这个 再重新调整 是要花更大的工程 台湾民政府真的你我 进入这个新的时代的时候 这个要花改变这个工程 真的是要花一点的时间 不过还好 我们即使花了更多的时间 还是有更大 我们不是浪费 是我们把调整到真正的国际法 那真正的法条 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 所以我们的秘书长从2006年 10月24号一直到现在 我们就有一个期许 所以我们都在背这个十字架 所以秘书长常常讲说 因为我们都是台湾的革命先行者 那我们看看 我们看这个阿宾 好可怜的阿宾 其实 他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不要只有可怜他 那 阿宾不是说第二任的时候 你们选给我 你们选给我 我把中华民国改名为台湾 这样好不好 好 大家高兴得要命 所以我就给你动算 第二任 结果第二任超多三年左右 他说 奇怪 中华民国的名字也是有缘在那儿 台湾的名字没有啊 是不是阿宾的偏人 是不是又在骗我们说 你不是中华民国要改吗 为什么 一直原来还在那边 没有改为台湾 结果阿宾说 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大家阿宾怎么说 他喜欢讲的 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就是这样啊 结果我们外来的 我们没有去研究的不知道 我来到台湾民政府 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你看阿宾2000年 一直到2008年 那么久 然后现在2013已经十多年了 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这句话我不知道呢 我到了台湾民政府才知道呢 我两年前才知道 你看花了十几年才知道 什么原因 你知道吗 好 这是一条 但是真正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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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职 我是中华民国的 整个第一任总统 就是 第二 我要效忠中华民国 有没有 第三 我要实现中华民国 然后帮助中华民国 有说台湾人吗 没有 没有 都是中华民国 假若 第四条 假若违背 违背以上的 四约 一百零四条 在等他 是什么 一把空隙掉 是 死路一条 当然了 谁要去死啊 我也不爱 我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这样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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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了 哦 哪里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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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用 我们太儿子的话了 所以 我们 原因不知道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来到民政府 上很多宝贵的课 真的有这样的看见 所以也是 大家的福气 特别是 战争法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还有 逃亡的 流亡政府 流亡政权 就不能就地合法 就好像我今天 到你家里 讨难到你家里 要求救 因为你土地蛮多嘛 好 李先生 你可以 照顾我这个土地 五六十年以后了 就变成我的 甚至我这个 逃难的人 跟你老板 来决定 土地的归属 这样有合理吗 有合理吗 有没有合理 当然不合理嘛 逃难的人 来到你家里 然后跟你的土地 跟你做老板的一起决定你的土地权 这样有合理 当然不合理啊 当然不合理啊 所以中华民国逃难到这个地方 怎么合理跟我们本土台湾人 所以我们赶完来描 paun 去把我们存空间搜狗 我们在响养 考虑 彻得快 但怎么会 怎么会 不能 但是中华民国就是勉 所以唯一结束 结束中华民国才是永远 这样好不好 只有结束中华民国才有 你看美国说 哇你们台湾人实在很憨啊 意思是说 多云的人逃亡的人 你们两种不一样的人 你们在台湾 本土台湾人跟所有台湾人 至少有两种人 一个是讨难的中华民国 讨难的中国人 然后还有你们本土的 要公投 当然美国没有答应 没有答应 怎么可以公投嘛 对不对 讨难的人 要把核能一起公投 你看民进党说要公投 哇 现在头角不知道 但是没有话讲 因为还是中华民国 唯一结束的就是要扣烂 要扣烂大家 要扣烂台湾民政府 责任我们的最新判定 和介绍 担保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 的新判定 才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就要隔开 跟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意识就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公投 不一样的人 你看这一次去年我们也去 就是他们去印度的时候 西藏在印度非常可怜 已经可怜了 连他们要到印度的地方赚钱去就业 不容易 那个门槛蛮高 所以西藏的人在那边真的是逃难 真的是难民影 仅可怜 那他们也没有要求印度人为西藏人当兵 那西藏人逃难到印度 他们也没有要求印度人来替他们 让印度人替西藏人落水 缴纳税 你们都已经纳税了 这个中华民国万万岁 那这些都是本来在流亡政府 就不能就地合法 但是因为没有人了解 只有我们台湾民政府真正的了解 重新真正来看这一条 所以这些都要我们向 所以我们的秘书长就向美国抗议控诉 这些不人道 没有人权的 所以我们也重新再回顾一下 高等法院的判决五项 第一项 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籍 好 第二 本土台湾的政府 没有国际政府所承认的这个政府 那第三 本土台湾人 生活在政治炼狱中 第四 台湾还是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 那不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次要 是受美国的委托而已 最后一项 高等法院告诉美国说 你们美国政府要帮助诉讼者 原告者 你们也帮助的义务 让他们回复正常的地位 所以这几项 美国都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我做一个见证 我这一趟代表高杀主 也是秘书长派的 十七位当中的一个 虽然有的人说我高杀主是中国间谍 中国间谍 我是间谍 中国的间谍 很好笑 那我们去 我要拿的证件是 我们台湾政府的身份证 海关用护照 然后用我们这个ID身份证进入去 这个没问题 然后我们进入到国务院 还有国会殿堂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这个ID 我们的新的身份证 给大家刷卡 也没有问题 然后美国有很多大部分的大的建筑物 大部分都是用身份证去进入 知道你的身份 那我们都是用ID刷卡进去 没有问题 然后国务院是我们七个人才去的 第一关我们进去了 我们ID进去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是访问到美东的那一群 那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我们是用 也是用这个ID 和身份的那个护照 因为护照 他要看这个两边是不是正确 也没有问题 所以ID 是不是诈骗集团用的 是不是诈骗集团 不是 我们肯定自己不是 哦 真好 有一个我们的新竹州州长 有一个调查局前几天的事 秘书长今天告诉我 打电话给叶州长 我是调查局 叶州长也很聪明 调查局 你几号 调查局的号码是电话多少 就写下来 好 我等一下再回电给你 差不多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再回电的时候 小姐接了 这是调查局 果然不错 你们在卖车牌吗 是呀 但是我不卖 你们中华民国摆设的车牌 我是卖 美军政府所制作的 TCG军车牌 所以 其实上面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 不必怕 很多 特别我们高砂组都说 小心啊 会被抓 你参加民政府的话 都会抓 很多人在盯着你 盯着不要近了 又不是苍蝇 苍蝇碰来碰去 好 这些都是小插曲 但是我们知道 让台湾 我们台湾民政府 只有向美国控告 然后让美国来出来解决 才是真正的 最大的期许 所以我们今天 台湾民政府带领我们 就是要让 我们最大的期许 就是要让美国 日本来替我们解决 国际的事件 所以希拉瑞 不是也曾经讲过吗 台湾的问题 要按照国际法 钓鱼台的事件 要按照国际法 所以这次菲律宾事件 我想秘书长也跟你们讲了 一样啊 没给你看 这个国家 这个厚化的政府 当然 没给你插 没有给你 谁理你啊 你不是一个国家 当然啊 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那他们有道理啊 好 那假如说我们参加 中华民国的选举 就是让他的体制呢 流亡体制 一直延续他的寿命 那这样我们台湾人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今天 台湾民政府 就是不配合 中华民国选举的事件 好 今天 有的人在问说 奇怪 不是原住民更好吗 以前都是说 从三地 犯人三地三包 平地三包 还有三地 平地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 三地三包 你四包 我五包 这样 奇怪 这些都是 人民在争论的事情 名称在争论的事情 但是 在一九二三年 日本天皇的太子 来到台湾访问的时候 因为他曾经听过台湾的 他常常听到说 万幸 万幸 凡人 凡人就是没有文化 而且落后的 为开花的民族 叫做万幸 凡人 结果他一进到台湾 这怎么是凡人呢 没有文化 哇 唱歌嘛 那些唱歌 跳舞嘛 那些跳舞 哇 耍顶 看你 水 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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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唱到阿弥陀佛 那么好 好听 这是我们台湾主的 无弄有八部 你看 那么漂亮 怎么变成凡人呢 变 改成 大咖啬 大咖啬 就是尊敬的意思 尊称的意思 就像 福尔摩沙 也是 弗摩沙 把台湾当作尊称 就是福尔摩沙 这样的被尊称的意义在 不像什么 三地三包 四包 五包 三地原住民 都无杀杀 然后最后就 原住民 原住民好听 有一个平地人说 不是啦 你台湾高 所以你是先住民 什么意思先住民 你知道吗 先住民已经 喜悄悄了 这怎么可以 我们怎么可以 被称为先住民 所以我们说 原住民 原来到底家 有人民 后来 从这个历史事件 发现说 高沙族比原住民好 因为原住民到 最后五十年 一百年以后 很多平鲍族 他们也会说 我也是原住民 然后很多平地人说 我也是原住民 以后全部都原住民 后来高沙族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高沙族 原来保持 高沙族 永远的 高沙族 哇 厉害了 所以 像那个 纽西兰呢 纽西兰 他们也不会讲说 印第安土住民的 毛利族 有没有 没有啊 纽西兰 那个毛利族 毛利族啊 没成功到 原住民 土住民的毛利族 没有啊 阿沙族就是毛利族 就是毛利族啊 有没有 他们跳 这个 这个是毛利族嘛 那加拿大的六国国主 也是一样 他们也没有讲说 Aboriginal indigenous people 或是土住民 未开化的 没有 只有我们才说 原住民到最后就消失了 所以 我们回到 高沙族 来用爱去高沙族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呢 在 反正这个228事件 我们执政的时候 还会再 再重新调查 228纪念的 这些都是 因为我几乎都是 从秘书长的那个新台湾论 抠过来的 所以很多人 可能你们这几天都会听到 Chinese Taipei 你们也知道了 流亡在台北 Chinese exile in Taipei 是流亡在台北 但是中国人呢 很喜欢 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特别打棒球 都是阿密斯打棒球 红尔人 台湾人加油 奇怪都是台湾人 都是中华流亡在台北 加油 中华台北 流亡政府在台北 加油 有没有 没有 所以这个都是 给我们搞混 重新正确的名称 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来做一个正确的定准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给您的辛苦 希望能够做得好 兄弟祝福您 好 请起立 走 走 楼下一个暗门 谢谢 谢谢